繼續來看是歡迎在走一趟一趟 講義士民族路有一間新規模的 學生由頭白骨雞肉飯店 比兩名穿著黑衣還有白衣的年輕人 也九棒 中拖車的保雷 還有噴在講到咪咪毛毛了後 雖然就坐著白色的轎車來離開 雞肉飯店的老闆現場 這是開店了後的交代求婚 現在已經向景峰來報案 該市景峰表示 比海人去向景峰報案並提供飛順 景峰也已經針對比海人的稅署調查 並調多酒杯檢視去 依照店家檢視去為民 今天半夜待會十二點五十二分 一台白色交車停在店門口 年後有兩名穿白衣跟黑衣的少年人 手提君子落車一後 共飛拖車的保雷 前後不夠十六的時間隨著離開 你說你就要自己比較小心 你驅到不改驅的人 我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人 我不知道這個不改驅的人是誰人 我也不知道 因為做生理人 我不會接受的事 我純粹是生理人而已 做生理就賺錢而已 我純粹是賺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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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點來也有點完表示 在之前就有一名酒酒的客人 因為點來一起有醋的生意 就拿菜桌上去你點來 好感到別人做事 沒做生近大傷害 酒醉了啊 那進來就拿菜刀啊 要盤兩位師傅啊 還要幸好那個 當時有那個 可能他老婆把菜刀拿起來 來阻止那個被砍的危害 可能說菜色有那個 醋的酸味啊 啊說真粒啊 跑進來 放得温暖啊 對 這個問題 經紀老闆表示 開幕營業之後 曾經因為店民交代問題比較熟 但因為店民是做的 他也曾經是問過處處 請要處處到對方協調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比人家共産競隔 他也希望 競鋒可以盡快處理 插到共産的嫌疑 可能原因 會可以安心開店 先想到明天 是蔡宏 報道 盈利事業所得 108年度2311年度 經濟的發展 市政府在推動了許多的建設 一半的活動 還有民間力量的結合 大家一起來 讓我們更多的人潮進來 那也更多的人到這裡來消費 看到嘉義市的好 整個都在動起來 看到這樣的一個成績 我們知道我們這個方向是對的 會供於所有的市民 大家共有努力 嘉義市會更好 旁邊的 沿途 親愛的 我把車位變多了 除了停車場之外 今年底也會多了 滑草場 清水空間 還有兩處人形廣場 勢必會成為嘉義市 最新的觀光休閒景點喔 一起期待吧 欸!欸! 你是不是啦? 你是不是啦?